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6月26日 纽维尔救生出征好生猛 周日清晨,阿甲继续友好戏上演 其中学生对将主场迎来纽维尔救生的挑战 纽维尔救生新赛季前四轮联赛未长败季间且赢足三场 表现十分出色,反观学生对上轮联赛遭遇新赛季首败 对于球员士气有所打击 在此等情况下,金杖当然看好纽维尔救生全取三分 虽然学生对此前取得联赛两联胜 但他们的良好势头未能延续 上轮面对独立队,学生对以一比二告负 从而遭遇新赛季首场败仗,球员在士气方面无疑遭到一定打击 另外,学生对近期防守端表现显然欠稳 他们已经连续二轮联赛被对手攻破大门 期间共失了三球,此等防守能力确实难以与人信心 更为糟糕的是,学生对最近二次各项赛事对阵纽维尔救生军遭遇失利打击 期间球数得失比锦为2比5 场面明显被对手压制,一众将士金杖恐怕心有余计 此番迎战来势汹汹的纽维尔救生,学生队依旧不宜过分高估 纽维尔救生经济表现相当出色,前四轮联赛过后 他们好取三胜一合的不败佳绩,暂时击十分在击分榜领跑 其中纽维尔救生在防守端的表现尤为值得称道 皆因他们联赛至今只是一球,是阿甲目前防守最为出色的队伍 另外,祖安加西亚和苏亚杜两名主要攻击守经济均已开斋 其中苏亚杜前四轮联赛已有二球进账,状态不俗的他进账显然是学生队后防线的心腹大患 虽然此番需要做客,但对于纽维尔救生并无多少影响 他们经济前二轮联赛做客录得全胜,客战能力值得信赖 有见即死,纽维尔救生此番出征显然值得看好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